明星对子女的教育比平常人 对子女的教育可以说要高很多 因为作为新二代的他们一出生 肯定是备受关注的 当然同样是明星 他们的教育也会不一样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 看一下明星子女们话的话吧 黄磊的女儿多多大家肯定不陌生 她曾和伯伯一起参加综艺节目 伯伯去哪儿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乖巧懂事的她一出镜就圈粉无数 当然黄磊也是教女友方 小小年纪的多多画出 可恶可谓是唯妙唯小 画画功力真是堪比大师级别的人物 而赵薇女儿季姿涵 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小女子 这位女儿不是小似玉 而是在胡妈猫吧中饰演赵薇的女儿 季姿涵也可以说是一位资深的小戏工 不过近些年注重学业 但她也很少有出演电视剧 季姿涵也是一把画画的好手 简笔画都能被她画出唯妙唯小的感觉 小鹿和树木看起来是那么的栩栩如生 真的是被你的才华给征服了 李亚恒在李燕六岁的时候就为她开始办画展了 所以李燕画的画可谓是数不胜数 当然最出名的当鼠下面这幅熊猫画 在拍卖会上最终以一百万的天价成交 拍卖画所有的基金也都捐给了燕南天使基金会 然后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如今的李燕在父亲的陪伴下变得如此 那优秀真是让人感到特别的欣慰 相信以后的李燕一定会越来越美 黄磊女儿的话 赵薇女儿的话 李亚鹏女儿的话 差距尽如此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